一家就收就最快走吧 对吧 就说公大无礼 他就怎么 你什么招所也没用 公主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大人大小孩 成年人大孩子 七八岁的孩子 他再也不灵活 他也没用 你看公大的时候 你看一家 一家就收就最快走吧 对吧 你不用那个什么 不管在里边 东方想进 直接 直接就吃开上就是了 我这样大的都在下面 你只要上 你看公大你只要上 你看我这吃过去 你这种一家都跑不了 所以说咱们大家练功的时候 一定要把基本功 把这个本身 不光有本身就是练出来 还要把体重和速度就要加好 这个行权走架 练都是这个 尤其是基本功 全市一定要用 自己的整体力量 去打对方 这样呢 对方就是功大一点 你也能接受 如果你这一点 你都做不到 体重 你连自己的体重 都加不到你的速度里边 你肯定就是和对方差距太大 所以说呢 这个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这个从基本功开始 还把本身的功力练出来 潘老师 我们想像你学习太极拳 应该怎么学呢 我们有一个讨论社区 我定期在里边分享 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呢 进入我们的研讨社区 我们经历一下 这种机会 是一个宿舍 谢谢观看